大家好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都是思考中国向何时去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思考预言 思考未来 第三才是思考历史 所以2022年 到底中国会发生什么 到底会是个什么情况 最近国内又出了一篇很好的文章 我觉得写的不错 所以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一下 也算是稀稀稿吧 但是有趣的是 第一他是来自于上海 第二我听上海的朋友说 这是江哈的人 江泽民曾经红的人 故意释放出来的一些预言 作为一个对习近平的过去十年的 一个彻底的否定而出现的这么一篇文章 反正写的倒是挺好的 而且很真诚很实实 说背后也代表了江泽民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与时俱进的 这样的一个三个代表的思想 对西包子的路线的彻底的否定 挺好玩 跟大家听听听 我觉得与每个人都有点关系 尤其是他对2022年的预测 挺靠谱 他说2022年是中共建国 73年从很多角度来说 73岁都是一个大坎 任何盲目的落官 或者是故意说好话的预测 都是毫无价值的 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比如居然今天还有官方机构 券商和一些海外的财团 还在预测中国2022年GDP增长率 会在5.5%到5.9%左右 他们是在做白日梦 这是全说假话 只会害人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讲 2022年的十大预测 第一 说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 这个非常的差 属于死亡螺旋 搞了这么一词 他说你如果不懂 什么叫死亡螺旋 你去查查字典 很多人抱着很大的期望的 所谓货币大防水 世界上已经无用了 编辑效用 已经越来越 越来越弱 趋近为零 这个导致是真的 中国经济增长 一旦跌到5%以下 就已经如同飞机失速 形成死亡螺旋 很难改为嫔妃 因为中国经济的杠杆率 和政府的债务率趋高 比恒大集团有国之而无不及 讲的不错 第二 中国2.22年的GDP的同意增长率 将在2%左右 如果统计军的美化一下 或者能升到2.5%到29% 很多人都没有看清一个事实 而年2021年如果单独计算 从一季度开始到四季度的每个季度 GDP的环比增长 合计居然只有区区1.4% 这个数字里美国同期GDP环比增长 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环比才是代表经济发展的趋势 统计局何苦还用全年同比这个糊弄人来粉饰太平呢 还挺专业啊 第三 大规模的事业潮滚滚而来 同时在职的也将出现降薛奖 包括公务员和国企央企事业单位 原因非常简单 国家没钱了 国库在这几年各种胡折腾已经差不多空了 不少地方政府财政已经接近于破产 特别是房地产坠入冰点后 造成土地大量的流拍 而大规模爆发事业潮已经不论算预测了 最近半年已经席卷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了 这个事实啊 说的是事实 四 启动横针爆脸 模式和底层民生陷入困顿 这一条其实是上面第三条的直接后果导致的必然的现象 全面从严 从科捐榨税取消所有税收优惠政策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进行全面扫荡式的 对所有经商业主加收税费和罚款 而2020年将是底层民众最先赶到寒业的一年 这话是对的 经济不好 底层最先赶到 春江水来压先制 有道理的 很多人会出现一时无着 失去工作和基本生活的来源 这一批人是大低谷实在最先倒下的 而2023年这种经济刺骨的含义将开始席卷到中国的城市的中产阶级 完全同意 第五 明年的疫情依然不会消退 张文宏说这个季节是最后一个病毒的寒冬 不会实现的 新冠病毒已经注定是常驻人间了 或许变成了季节性的疾病永远都不会消失 就是说这个南非变种传染力比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这些但是毒性就是重症率和死亡率只有这个什么德尔塔变种的四分之一 目前看欧美对西方国家大规模出现这个所谓的新的感染源或许不是坏是因为现在新冠病毒对西方欧美国家的社会生活就业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啊 但是啊这种东西传入中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啊四倍于这个德尔塔的传染力将会让中国清零战略遇到空前的压力难以为继 扭道理所以现在为什么西安呢也开始搞搞这么残酷啊郑州也开始成为一个死城了啊回头我们讲讲再讲讲郑州 第六外交这个大败局中国国际战略地位跌到了70年最被动的困境过去四五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工作我觉得用愚蠢都根本不足以形容 完全是一场噩梦式的灾难啊就一句话事实上我们的外交工作一直给对手送人头上分啊配合对手轻松完成全面的战略布局 已经把中国战略地位逼到了历史上最被动最困难的极其不利的地位毫无办法两年都不出国外访不接见任何来华的访问的外宾也不出现任何国际的会议 眼睁睁看着全球各国热和朝天的这个穿梭外交合纵连横完成功完成的对中国合围和遏制的这个什么战略布局 现在中国会非常急于对美示好和缓和啊会停止骂美国 并且用各种方法摆出求和示好的姿态 然后但是事实上已经台湾国际格局战略布局和经济强弱转换 中美已经进入牺牲东将的态势啊 后面时间和驻东权都已经不在中国这边 今年十月份的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 我认为共和党会大活全身 而2024年我肯定美国新任总统一定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是川普路线的继承者中美关系已经不会不可能好起来了 哎挺懂啊 得也把细胞子的所谓的外交思想完全拍死了啊 第七债务危机爆了以后通货膨胀飞天啊 2022年事实上才是全面债务危机爆发的序幕之年啊 去年的很大顿大批地产的一系列的债务无法偿还 才真是开胃财 事实上啊 目前都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啊 国家无心无力去救助 而我判断 今年七月前后才是债务连环累进入多米罗骨牌崩塌阶段啊 届时啊 恐怕连国际上很多政府的财团都要受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形象更是严重的打击啊 而今年七月份之后民众的生活必须包括日用品和食物啊 也再也顶不住啊 PPI长期高企的成本压力 不可能长期维持PPI和CPI巨大的减刀差 2022年将是通胀向居民消费传导造成物价大幅上涨的这个元年 哎呦喂 讲得好啊 第八 2022年中国人口出生总数跌到800万啊 人口出生率成为全球最低国家之一 在过去的2021年 我研判啊 是人口出生总量已经跌到了980万左右 首次低于当年趋势的人数 也就是说啊 从2021年开始 中国出现了数百年以来首次人口的负增长 目前也有14个省份公布了2020年出生率的数据 其中居然10个省是低于1% 中国人口急速陷入超级脑龄化和长期负增长啊 可以说从根本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一个福利抽薪 这是肯定的啊 共产党一直都是做着段子绝孙的买卖啊 第九 中国的A股和房地产的2020年的走势分析啊 过去的2021年港股指数成为全球最差的股市倒数第一啊 其中呢 由内地上市科技网络大难筹公司恒生指数倒是更是一场股积 股灾级别的暴跌 那是就是A股的护生两次指数 如果放到全球各国家的主要的指数比较 也是全球倒数第四或者第五 在去年全球都是超级大流失的背景下 但凡是中国资产概念相关的成为最大的这个这个败笔啊 做中概股的所有的投资者去年都是亏到血流成河 啊 这是真的我们做过这样的节目的啊 今年的A股已经进入三二节的状态 一致靠所谓预期货币大防水宽松政策 虽然摇摇欲坠 但是还不死心 但今年恐怕是一个幻想的破灭之年 A股很大概率在线2018年走势 对于房地产的走势今年紧盯着政策面即可 其实中小城市房产肯定不要再抱任何的希望啊 但特大城市今年四月左右 反而可能在部分优质区域和学区房的领域 再起一次小洋冲的行情 啊 这个也分析的挺好的啊 第十啊 大家觉得我太悲观了 那我就说一个比较乐观的预判吧 2022年依然只是大低谷之年啊 还有还不是大危机之年 这个大低谷的L型的下沿啊 啊下沿还可以维持四年左右 真正的大危机之年应该要到2025年或者是2026年 届时啊 这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政治还是经济还是军事还是外交 还是社会还是民生啊 各种问题都一起爆发 中国欲求日本式的缓缓降速软卓楼 那是一种奢想一种幻觉啊 所有人都要做好思想和经济的准备啊 做好生活方面的准备啊 我觉得这个文章写的不错啊 那你看就是挺专业啊 应该我个人预判啊 我是同意这个上海这边的这个市井的说法的啊 应该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 应该是一个团队写出来的 所以有人说是江泽民的智囊团 他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把习近平过去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 没写军事啊 外交全部给拍死了 所以我说我的标题看到了啊 是对习近平过去十年之政的一个彻底的否定 但是他没有提怎么办啊 只是告诉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啊 那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呢 中国的这个国家呢 毕竟它这么是一个大的国家啊 就像我们这个 我这几天动神经文就讲过啊 你如果 你只要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立即会原谅你 这个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你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虽然出生率在下降 只要你不再想着要回到毛泽东的那种搞法 只要你跟世界不要再添乱 你说习包子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国内搞这么差啊 其实我们都都心里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你知道吗 因为共产党就这条老百姓嘛 是不是 关键是什么呢 你不应该把你中国的愚蠢 中国的败坏 你把它传导到全世界 真的 你现在 它有 细胞子有这么几大 这个邪恶的反人类的贡献嘛 第一 它把整个自由世界的 所谓的市场经济体系 就世界贸易组织嘛 是吧 这个东西全部打坏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不跟中国做生意了 是不是 而且把整个世界的这个 经济的秩序破坏了 第二 向全世界传导出这个 什么的武汉病毒 搞得全世界不安身 第三 你借这两个东西 借前面两个东西 你把这个整个西方的民主社会的伦理水平 道德水平也带坏了 你知道吗 尤其是美国 美国今天的民主选举的这个大舞弊 拜登的曲线 这个东西 其中有一半的功劳 就归结于这个习包子的 这个给力啊 习包子的这个支持 和习包子的外援 你知道吧 美国国内民主党 他们自己只玩了50% 如果没有习包子 没有土工的这个 这是一个妖我子的事情 没有疫情的话 我告诉你 民主党玩这个东西玩不下去的 这个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文章 他居然是支持川普的 居然认为下一届总统 美国的总统是共和党的 你就想想中国的情况的确是非常的不妙 我还是那句话 我呢 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有的人看见我的 有的人听进去 有的人没听进去 你最近你中国国内出现的 尤其是西安出现了好多事情 你就发现 中国老百姓 你随时做好灾难降临的准备 最好的办法 你不要去上街去游戏没用的 你不要去跟共产党斗也没用的 真的是你你太力量太小了 你要保护自己 所以我怎么保护呢 就是你家里要准备点应急的屋子 水呀干粮啊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还说过什么 你准备点这个叫什么 叫做干干菜干蔬菜呀肉啊 尤其是干蔬菜 尤其是方便面 尤其是馒头这种东西 大米水这种东西 我当时我还记得就是 因为肉都不要准备太多 为什么呀 因为你准备纳肉可以准备 准备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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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肉干可以 为什么因为工厂它可以停你的电 一停电你的冰箱没电了 你的里面放再多肉也烂掉了 你吃不完的话 真的要做好准备 你现在西安的人郑州的人很多人 一被封锁没几天呐 一个星期都不到的 你就有的人就很快要饿死了 是不是大家做好准备 真的风暴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我认为比他所描述的还要大 知道吗 大家做好准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